好的,现在已经六点半了,那我们今天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现在非常,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以后, 还能准时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六点半这样一个网络研讨会啊。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主要是聚焦在股市和外汇市场。 那如果大家有关心最近的股市,应该有看到上周纳斯达克又创新高了。 所以这样非常态的上涨呢,会不会带来股灾的下半场呢? 那如果会有股灾的下半场,那会僵势在哪里爆发呢? 那第二个主题就是跟我们生活在澳洲的华人息息相关, 也就是大家看到我们手上的澳元变值起暗拉相比于三月那个暴跌的时候啊。 前段时间澳元兑美元应该是最高涨到0.72度啊, 这两天有所回调,那澳元接下来走势应该会继续坚挺嘛。 我们今天呢就会请到两位分析师来为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 那我会先稍微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两位分析师啊。 第一位分析师呢,那是我们Glenn老师。 Glenn呢,他是英国富时尚市金融公司的交易员, 是澳大利亚Essic认证的股票经纪人, 具备多种的金融衍生品的一个交易资格啊, 同时也是那个金融市场的评论员。 那我们第二位嘉宾呢,是艾托斯的高级分析师Tony老师。 Tony老师呢,他是拥有非常丰富的交易经验啊, 他是从1991年就已经进入了金融行业, 1993年就涉足了资本市场, 曾经任中国银行的外汇交易员, 以及PWC的风险管理经理啊, 擅长基本面的分析。 那我在我们就是两位老师进行他们的PPE演讲之前呢, 我想先跟各位朋友互动一下, 因为大家都看到今天黄金是暴跌了115美金啊, 从昨天晚上到下午的时候, 然后现在是有所回升了。 那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来参加朋友们是觉得黄金, 未来走势啊, 例如说我们给一个Timeframe啊, 那就到今年年底之前, 那黄金会继续往上涨呢, 还是会下跌啊, 或者是你是不知道呢。 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美股啊, 你觉得美股会持续往上涨呢, 还是到年底的时候会有一个下跌这个趋势啊, 或者是你也不知道。 还有澳元啊, 我们手上拿的澳元是会继续坚挺呢, 还是会往下下调呢, 或者是你也不知道。 那如果你想分享一下你的看法的话, 你可以在Q&A里面提出, 例如说对这个三个问题是ABC啊, 或者是ABA啊, 这样一个。 好吗? 那我介绍完两位嘉宾以后, 那首先有请Tony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目前一个外汇市场的一个现状吧, 特别是澳元的一个走势。 那有请Tony老师。 好, 各位亲爱的艾特斯科普, 我们大家好啊, 那么首先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啊, 那么今天在这里非常荣幸的同大家来共享一下, 我们澳元走势的点点滴滴。 那么谈起澳元, 很多人呢会最近比较惊异啊, 就是我们澳元从这个曾经的三块九毛一对一澳元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 最近前一天是涨到了五块二的这样一个水平。 那么很多人走势是看不懂, 为什么看不懂? 因为在澳大利亚经济情况不好, 那么疫情啊, 虽然有一段时间比较好, 但是最近没有控制住, 在这种情况下, 澳元为什么能够继续的乘风破浪呢?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澳元走势的来龙去报啊, 首先呢是我们的风险提示啊, 那么这个大家看一下啊, 由于我们每次都有就不跟大家读了实际上, 那么我们说, 澳元在前一段走出了匪夷所思的一个反转啊, 对美元, 对人民币, 都是持有一个反转, 那么这之间呢, 是因为澳大利亚经济所独特的一个情况造成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疫情当前,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啊, 所以说世界各国的经济状况都不好, 我们过来会讲一下国际货币经营组织对世界经济的一个预测, 那么澳洲在这个众多的差生当中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澳元最近的强势得益于它的货币政策。 那么我们知道美联储是将基准率降到了0到0.25啊, 那么此外呢是无限量的QE啊, 量化宽松啊, 那么全球各国的国家央行都在降息, 澳联储在2019年经历了五次降息的将利率降在了0.25这样一个水平啊, 那么0.25这个水平很多人在纷纷的揣测澳洲联储可能实行负利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澳洲联储顶住压力啊, 那么诺威在五月的时候曾经表态认为负利率有很明显很多的负作用啊, 所以说澳洲联储将基准率率的地板价就是我们的底线在0.25就不再降了。 那么有人说有没有可能向回升, 这个如果是在失业率不回到4.5以下的水平, 澳洲联储也不会加息, 所以说我们的基准利率是在保持来0.25这样一个水平。 那么谈到这个同大家的利息相关啊, 很多人做了房贷来问我啊, 我说你尽可能的去征询那个固定利率的房贷, 固定个2到3年再转成浮动利率对你最有利。 为什么? 因为诺威作为澳洲联储的主席已经表态了。 那么为什么说我们0.25的这个货币政策比美联储要好啊, 因为主要表现在他的QE上, QE就是量化宽松啊, 按照发明这个名词的美联储前主席伯丹克的话讲呢, 是坐在支撑飞机上去撒钱啊, 那么澳洲联储的QE, 他非常的柔和啊, 不像美联储啊, 狂轰辣战班的啊, 第一波是7000亿, 第二波是无限量QE, 后来达到了2万多亿啊, 又往上增加啊, 这个力度之大, 任人惊慕唐蛇是这样啊, 那么澳洲联储的QE呢, 非常的温和, 在3月20号购买国债, 开始QE的第一天, 仅购买了50亿澳元的债券, 然后是在3天之后, 3月23号购买了40亿澳元, 然后是到5月6号, 停了一段时间, 停了这段时间, 到5月底, 民间的统计事故, 统计的结果呢, 是澳洲联储总共购买了513.48亿澳元的政府财权, 那么这个量大不大呢, 从美联储的几万亿, 可能要是没法比啊, 但是澳大利亚的经济总量也小, 这个量占据了澳大利亚政府债券规模的7%, 所以我们来看, 他的这个QE一点不扩张, 非常的柔和, 然后是在8月5号, 在本月初又开始了重新的QE购买, 仅购买了5亿元, 2023年到期的澳大利亚政府债券, 那么由于澳大利亚QE不忙, 而美国QE政策非常的激进, 造成了澳元对美元的回升就不足为奇, 那么第一个是货币政策, 第二个, 澳大利亚的经济情况, 比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好, 首先我们现在来看一则负面的消息, 在4月8号的时候, 标准普尔将澳大利亚的3A主权吸引评级, 由稳定下调为负面, 这是什么呢, 因为标准普尔预计, 澳大利亚的4A银行的违约贷款会减少, 而且会减少股息的一个派发, 那么这个发生在我们身边, 您不要离您很远, 就是我在上个月去调查了NZ, NZ的贷款review这个team的电话都打爆了, 我的一个朋友我让他去打, 他打了整整一个小时才打进热线, 为什么要那个热线, 那个热线是干什么呢, 就是对你现有的贷款进行重新的review, 给你一个更低的利率, 已经发展成热线了, 所以说这反映了澳大利亚四大银行, 比较拮据的这样一方面, 那么通过这个例子也说明什么, 金融就在我们身边, 澳元就在我们身边, 货币政策就在我们身边, 不是很宏观, 而是同您的生活息息相关, 那么澳洲的经济情况好在什么地方, 首先GDP第一季度只有负的0.3, 中国第一季度负的6.8, 美国第二季度负的30%多, 所以说是非常吓人的一个数据, 所以说澳大利亚这个负的0.3, 从中国从美国之下相比, 它是差等升当中的几乎是最好的一个, 当然它第二季度数据没有出来, 第二季度的预计是最糟糕的一个数据, 那么澳大利亚的CPI数据, 很有意思, 我们会讲, 在第二季度从第一季度的2.2正值变为负0.3,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澳大利亚的经济在第二季度, 物价不仅没有涨, 反而跌了0.3,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给大家解析, 那么货币政策, 我们刚才讲了, 诺维说澳大利亚的现金率率, 就是基础率将在多年保持在0.25的水平, 那么直到失业率回到4.5才可能加息, 那么现在呢, 6月份的失业率是7.4, 这个数据不是很坏, 但也不是很好,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来, 而且我们注意到在2月份的时候, 这个失业率数据是5.1, 那么4月份是6.2, 5月份是7.1, 到6月份变成7.4, 说明我们离这加息的路程还很遥远, 那么澳大利亚的GDP数据是一个非常滞后的一个数据, 我们1月份一季度的GDP数据会在5月中旬公布, 二季度的GDP数据会在8月中旬公布, 那么本身就晚了一个半月, 再加之数据本身就有一定之后期, 所以说呢, 大家通常会对GDP进行一定的展望, 那么现在对澳大利亚GDP比较权威的展望, 认为在2020年澳大利亚GDP会萎缩6.7,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悲观的这样一个数据, 但是澳洲联储没有给与之否认, 那么澳洲联储发声明怎么讲呢, 他说澳大利亚经济正在经历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 将经历一段非常艰苦的事情, 那么有人说你为什么说这个数据不是很差呢, 我们来看全球的存益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 那么全球是负增长4.9, 美国负增长8.0, 所以说澳元对美元会的为什么涨, 我们看到比美国那么好, 我们无论是每个技术的数据, 还是全能展望都比美国也好, 但是相对于中国它没法比, 中国是在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当中, 唯一一个实现在2020年正增长的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中国会在今年增长1%的这样一个增速, 那么失业率2020年, 澳大利亚年全年会达到7.0, 2021年会上升到8.9, 所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失业率的预测, 同我们增长利率保持两到三年不变的预测, 是很吻合的, 那么在之后的GDP数据之外, 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希望什么, 我们找到这个前瞻性的这样一个数据, 就是A&B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的商业细心指数, 那么这个指数很有意思, 每个月的月中公布上一个月的数据, 在三月份这个数据是非常的糟糕, 达到了负的65, 那么三月份在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达到了负的65在这样这一个月, 然后是四月份五月份都在增长, 然后是在六月份的时候, 这个值达到了正一, 很有希望, 我们看到什么商业心指数在逐步的回暖, 甚至出现了正值, 因为商业心指数在正常的时刻, 在这一块, 大家看到吗, 都是正值, 这是正常的, 但是好景不长, 8月11号公布的2020年7月份的数据, 为负的14, 这说明什么, 说明澳大利亚经济在恢复, 但是有颠簸在中间, 但是总的趋势是好的, 那有的朋友可能纳闷, 那澳大利亚CPI为什么会负增长0.3, 我没感到我手中的日用品它们降价了, 你说的很对, 那么CPI是负增长0.3, 这个是非常少见的一个事, 我们研究了6月份的CPI, 它是什么, 主要是因为房租降了, 油降了, 学校的学费降了, 这三大块将CPI拉了下来, 什么升了呢, 找到了前三个月的数据, 超市里面的蔬菜涨价涨了9.1, 卫生纸涨了3.4, 这个卫生纸我还去了解情况, 我说怎么涨了这么点, 我不止, 我前几天去CoseUbers了解情况, 迎头见到它的卫生纸, 二分之一销售, 我明白了, 卫生纸曾经涨过价, 但是又回落了, 所以一面涨了4.4, 所以大家看到, 同大家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些日用品, 是在涨价, 因为房租油价和学费的下降, 造成了整个CPI的下降,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 澳元的汇率, 就必然要涨, 必然要涨, 那我们来看一下澳元的这样一个走势,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MT4, MT5,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澳元对美元的一走势, 大家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这个几乎是曲线反上涨的, 几乎变成一个牛市的一个状态, 那么再看一看, 澳元对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走势, 除了近期稍微有点拐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转形态, 那么12月3号的时候, 澳元对美元是0.7030, 3月17号的时候是0.5948, 3月19号是0.5572,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这样, 那么今天那是0.7160, 什么原因造成了澳元汇率的一个反转? 我刚才讲了, 货币政策是第一个, 澳大利亚经济情况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我没有讲, 就是铁矿石价格的上涨, 支撑了澳元的汇率, 有人说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澳大利亚是坐在矿车之上的国家, 铁矿石的上涨, 澳大利亚非常受益, 为什么铁矿石涨呢? 铁矿石这个商品很有意思, 在新冠疫情期间, 很多商品在降价, 但是铁矿石不仅没降, 反而涨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铁矿石的主要的出口国, 巴西因为工人感染了新冠状病毒疫情, 造成了铁矿石的减产, 本来国际铁矿石就是一个卖方市场, 再加上减产, 所以国际铁矿石的价格上涨, 那么另外一个是我们澳股的一个反弹, 澳股的一个强势, 带动了一部分资金, 用美元兑块成澳元来买澳股, 支撑到澳元汇率,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第五个了, 是什么呢? 就是澳元最大的离婚因素, 中澳关系, 没有恶化, 所以说澳元能否乘风破浪, 关键是中澳关系向何处去? 中澳关系也是最微妙, 最不稳定的变量, 我们来看看中澳关系最近起了什么瓜葛, 那么我们知道中澳关系起波兰是从5月18号, 商务部在中国的商务部啊, 在这个他的网站上发布了对原产澳大利亚的进口大卖进行反倾销调查, 那么这个反倾销调查呢, 使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大卖征收的反倾销税是73.6, 反补贴税是6.9, 我呢是山东青岛人啊, 那么山东青岛, 大家一想起青岛就想到一个什么青岛啤酒, 青岛啤酒用的酿酒的大卖, 主要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 所以说对这个对青岛啤酒集团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中国这是给了澳大利亚一击, 然后是在5月12号的时候有暗示, 有暗示什么暗示呢, 对澳大利亚四家牛肉厂的对华出口牛肉进行仅止进口, 然后在5月19号, 那么继大卖和牛肉之后, 对澳大利亚的葡萄酒、海鲜、燕麦跟水果和奶制品, 列入打击清单, 中澳关系发生了什么, 两国之间起了波兰, 那么起了波兰的主要是因为两件事情, 一个是在4月的中下旬, 澳大利亚军舰, 帕尔玛特号与美军的海军在南海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 而这个激怒了中国政府, 那么另外一个是在5月的初, 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疫情的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 这个矛头也指向中国, 所以说中国在大卖、牛肉、葡萄酒、海鲜、燕麦、水果、奶制品, 很多方面给予了澳大利亚一级重击, 但是澳洲政府是什么态度呢? 不像我们中国, 我们知道中美关系是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 中国就对美国加征关税, 美国对中国加征10%, 我们就加征10%, 美国对中国加征到25%, 我们也加征到25%, 是针锋相对的, 但是澳大利亚它不是这样, 它非常的软用, 我们来看他联邦农业部长David的表态, David说什么呢? 说澳大利亚无意与中国打贸易战, 也不会进行报复。 所以说, 根据他这个态度是什么? 中澳关系没有显著的恶化, 跟澳大利亚打不还手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是不是打不还手吗? 而且是中国在6月7号发布了公告, 警告中国的旅游者不要到澳大利亚旅游, 警告中国的留学生不要到澳大利亚留学, 事情仍然在慢慢的向前进, 但是澳大利亚仍然不还手。 但是澳大利亚有它态度的另外一面, 我们刚才讲过4月中旬, 就是建筑中间, Paramada号与美军联合军演, 那么在7月的中下旬, 澳大利亚海军又派出了5艘主力战舰, 在菲律宾海跟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 进行了联合军演。 那么我们说澳大利亚政府里面卖的什么药, 一方面不与中国对抗, 一方面美国说去军演, 他立马就去, 而且我们来看还有他政策的另外一面, 是他的外交部长佩恩, 那么由于澳大利亚已经数次, 延续两次在中国的南海进行军演了, 所以说佩恩在答记者问的时候, 有人问他, 澳大利亚有没有必要, 有没有异象在中国的南海进行巡航, 佩恩否定了这个记者提问, 说没有异象, 而且说什么, 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是重要的, 我们无意破坏我们和中国的关系, 大家看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有明显的双面性, 一方面军演, 一方面什么, 不还击, 贸易战不打, 我不到南海巡航, 这不是双面性吗, 那就他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一句话讲得非常清楚, 说美国是朋友, 中国是客户, 所以说澳大利亚的政策我们能揣摩出来, 是在追随美国的前提下, 尽可能的同中国不要僵化关系, 而中国也敏锐的秀到了澳大利亚的两面性的态度, 所以说迟迟没有对澳大利亚使用重权, 例如说对澳大利亚铁矿石加征关税, 当然中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加征关税也有所顾忌, 因为铁矿石是一个卖方市场, 中国如果不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 必然要从巴西这些国家进口铁矿石, 那就还有可能要加价, 所以中国也有自身的考量, 所以两国关系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在这样一个根源, 那么这个根源的本身是什么呢, 是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必然深刻的影响中澳关系, 根源在美国, 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们明白最近中澳关系的走弱, 跟美国的态度直接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最近比如说微信, TikTok, 抖音这些事件, 像华为, 而且在5月14号的时候特朗普说了, 我们要切断整个美中关系, 可以跟美国省下5000亿, 如果中美交恶了, 就是双方在南海发生的军事摩擦, 必然要深刻的影响到中澳关系, 那时候澳洲不得不卷入, 如果是那样对澳元汇率, 对澳大利亚经济有致命的影响, 那么有致命的影响, 我们这里引用了这个KPMG, 币马威的一个测算, 他认为如果中澳关系全面走差, 三年以内到2023年, 澳大利亚将损失360亿, 这个损失金额还可以, 但是在十年以内, 澳大利亚将损失5000亿, 而且有6万个工作岗位不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是基于中国将澳大利亚铁矿石的出口关税提高到15%的这样一个假设上, 如果中国这样做了, 将澳大利亚铁矿石关税加成15%, 那澳大利亚GDP在5年之内要下降2.4, 那什么概念, 我们澳大利亚GDP一季度是负的0.3, 那下降2.4我们变成负的2.7了, 那对澳大利亚经济有非常致命的影响, 但是我们预计这个结果的可能性会非常的小, 因为中美之间开战, 无论是在台海还是在南海, 可能性都不大, 美国现在不会在这个时候在错误的时间, 从错误的对手发动一场错误的战争, 所以说中美关系很有可能是为了迎合美国大选, 而特朗普政府使用的一种战术的一种措施, 所以说综合来看澳元对美元的汇率, 我们认为虽然有不确定的因素, 但是如果中澳关系能维持现状不恶化, 那么澳元对美元的汇率就会继续往上涨, 会涨到一个什么水平呢? 我们认为在它的中期目标是, 0.7380的这样一个水平。 好,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Tony老师非常详细的对澳元的一个讲解, 希望对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网络研讨会的投资人有所帮助,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Glenn老师来对我们股票的市场进行一些他的那个看法的分享, 有请Glenn老师。 各位晚上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我这边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也能听到。 好的,那接下来就是我的部分, 我把屏幕share一下, 稍等。 OK,大家能看到PPT吗? 可以, 应该大家都能看到。 好的,那么我就开始了, 谢谢Tony老师非常精彩, 非常详尽地为大家讲述了会试, 还有中美关系, 还有一些最近非常热门的话题, 那么我自不介绍, 我是Glenn, 上次大家可能已经听过我讲一些关于新冠股灾的一些史末相关的股市的问题, 今天非常荣幸和大家在此见面, 那么虽然还是通过Zoom的形式, 但是看到依然是有非常多的观众朋友们来参加, 包括现在人数还在网上跳,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么认识我的朋友可能知道我是在墨尔本, 那么自从上次讲座以后, 我们就很不幸地就进入了四级封锁, Stage 4 Lockdown, 确实在家里非常难受, 心情也非常的沉重, 所以我就把悲愤化作了工作动力, 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干货, 今天晚上就可以给大家呈现一下,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Disclaimer风险提示, 大家可以看一下网上也会有今天的讲座大纲,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先关注一下就是很冲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上周末大家可能都听说了, 就是特朗普呢, 他签发了行政命令, Executive Order, 要在45天之后呢, 禁止一切美国的个人企业, 或者是政府机构, 与微信的母公司, 就是腾讯发生交易关系, 那么这条呢, 是他的Section 1A里面提到的, 他的这个行政命令里边, 结果呢, 很多媒体就开始胡乱报道, 凭一张截图就开始发挥想象力了, 说这个行政命令啊, 其实只是对美国企业和美国公民, 包括这个留学生和临时签证的持有者, 是不受影响的, 还有说呢, 就是这个手机是哪买的, 就算哪个国家的, 如果是中国的手机, 就不受美国限制, 那么作为一个教育者呢, 我建议大家在看这种类型的信息的时候, 要直接去他的原文去看, 不要去看一些外门写道的小报消息, 因为很多他们都是互相抄袭, 很多这个像是在国内的公众号, 他们连英文字母的认不全, 为了博眼球就瞎说, 所以大家如果读着玩一玩, 做个乐子, 挺好的, 在哪看都行, 但是要严谨的去消化这个消息, 特别是要通过这种消息, 为市场去找方向的话, 一定要去他的出处找, 那么去哪里找呢, 这个最简单, 下面有网址我写在这了, 去白宫的网站上面找, 大家可以有空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旁边他的一个截图, 我接下来的, 那么封杀微信的这个行政命令, 在这个之前呢, 在8月6号, 特朗普已经下达过另外一条了, 那个是专门封杀TikTok, 就是抖音国际版, 所以中美关系呢, 接下来的, 总是像刚刚Tony老师说的,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特别是本周中美贸易代表, 将会为下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还有之前所签署过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双方的这个旅行, 他们责任和义务的这一部分, 去进行一个核对, 所以说, 比如说美国忽然封杀TikTok, 忽然要说封杀微信, 也许是他在为自己创造筹码, 会接下来的谈判再做准备, 所以这些消息, 像上一次的讲座里, 我和大家说过, 那么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去及时的关注这些消息, 那么为将来, 甚至是股市的走势, 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想问大家一下, 大家认为美国政府真的会封杀微信吗? 就是说在美国境内将不可以再使用微信, 如果大家觉得会的呢, 就输入1, 如果觉得不会呢, 请输入2, 我们等30秒, 看一下大家, 我有很多答案, 很多朋友觉得不会, 好的, 有一个觉得会, OK, 好的, 看来觉得不会的朋友比较多, 那么我为什么问大家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和同事, 最近正好都是因为, 怎么去理解市场, 怎么去分析市场, 他们就闹了点别扭, 就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不同, 问题主要呢, 就是处在他们通过什么方式来分析市场, 那么有一定交易经验的朋友呢, 可能知道分析主要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叫基本面分析, continental analysis, 另一种是技术分析, technical analysis, 这两个呢, 一直像两大门派一样, 所以这个所谓基本面分析呢, 它是侧重一个证券, 它的内在价值, intrinsic value的一种分析, 比如说如果是股市, 那么分析这个基本面的时候呢, 这个大家会侧重一家公司的估值, 比如它的pe ratio, 资产负债表这些数据, 来判断这家公司是否可以买入或者买出, 如果是汇市的话, 您可能会想去分析一下国际贸易关系, 对汇率带来的变化, 相比之下呢, 这个技术分析呢, 就是主要通过技术图表, 这些charts和一些指标, indicators来判断, 通常来说, 技术分析呢, 更侧重于中短期的交易策略, 很少会涉及用太多的理论, 或者是方式去, 这样的逻辑的方式去解析市场, 所以我刚刚提到的这帮朋友呢, 他们就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说, 如果你看个图就知道, 什么可以买入或者卖出, 那么那些, 比如说资产负债表, 这些是科班出身的人, 才能看得懂的东西, 要来干嘛呢, 书不是白念了吗, 编个程序直接跟着系统买卖不就好了吗, 那些专门看技术分析的人呢, 他就会觉得, 呀, 你们都都报表就能判断走势, 那么世界上这么多专业的做图公司, 还有交易公司不早就饿死了吗, 但是说了这么半天呢, 其实他们说的都没有错, 问题就出在他们用个人的偏好去解读金融市场, 而金融市场从来都不缺的是什么, 就是刚刚我们说过的, 就是信息, 信息有真的假的, 对的错的, 准的, 过期的, 专门骗人的烟雾蛋, 那么正是因为这样, 市场上才会有信息不对称, 才会有波动和交易的机会, 这些波动呢, 基本可以理解为持有过多看法的交易者, 或者投资者, 在市场里进行这个理念上的控制, 所以才会有空投啊, 多投啊这些带好的出现, 所以说怎么办呢, 大家在做交易的时候, 究竟是选择基本面分析呢, 还是技术分析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选择一个阵营, 一棵树上吊死,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们都是成年人,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都选呢, 我们可以用基本面分析去理解市场的大环境和大方向, 用技术分析去补处更加细微的市场脉搏, 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呢, 其实就是增加了获利的概率, 也互相起到一个双重保护的作用, 所以在今天接下来的环节里呢, 我还会用MT5的平台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技术分析, 也希望在结束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投个票, 觉得今天的内容, 如果这个技术分析比较好或者不好, 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个反馈, 那么下一次的活动里, 我们可以重点的把大家想看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好了, 下面进入正式环节, 参加过我们7月8号讲座的朋友可能有印象, 那么上一期我们讲过了, 非常详尽的讲过了新冠股灾爆发, 这个前后呢, 导致全球股市暴跌, 包括华尔街经历了多次横断, 然后全球股市起步强劲反弹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因为今天的主题和这个上次的主题, 它的关联度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再快速的过一遍这个过程, 上次没有来的朋友呢, 可以了解一下, 已经听过的朋友呢, 可以增加一下记忆, 因为今后的复苏都是基于这个大前提之下的, 那么几个关键的时间点, 2016年11月8号, 特朗普当选总统, 那么美国三大股市起步高走, 欢迎新总统登机, 其中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 DGIA从18000点左右, 狂奔到了19年底的29400点, 三年的涨幅高达64%, 那么我在2019年底的时候和很多朋友说过, 倒置不可能在大选前上3万点, 这个是翘黑板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这个标普500指数也是一样的, 16年底开始大涨, 中途只有在18年中美贸易战打响的时候呢, 出现了10%左右的回调, 导致回调的原因呢, 还有美联储, Federal Reserve加息了4次, 那么大家知道央行加息通常是用来调控市场的, 防止经济增长过快, 引发恶性通胀这些情况, 所以加息也导致了标普500指数的回调,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SP500继续冲刺, 并且在2020年2月达到了历史最高点3386。 接下来就是疫情的爆发了, 那么股灾出现, 2月26日美国境内的社区传播开始扩大, 防控竟来不及了, 所以三大股指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加速下跌, 那SP500从这个跌段3386点一度摔到了3月23号, 这是美国三大股指的最低点今年的2,237点, 一个月跌幅超过了33%, 中间有四次融段, 那么4月出现了反弹, 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 这是澳国的表现, 其实也差不多, 大家可以看, 3月底这里也是最低点, 那么政府出台的政策呢, 还有央行美国的美联储, 推出了无限量化宽松, 我刚刚Tony老师也说过, 无限量宽是干嘛的, 但是具体这个量化宽松政策, 它从08年开始, 在新闻上面, 在财经报道上面, 经济学人包括很多的专业报道, 它都出现过, 我想看一下大家对于这个东西, 了解程度是什么样的, 大家知不知道, 听不清楚量宽到底干嘛, 因为接下来我们的话题, 跟货币的流通有非常高的关系, 所以我请大家腾出30秒的时间, 把这道题选一下, 30秒后我们看一下答案, 好吗? 好吗? 好的 我看到大家答案了 大家基本都做的对 答案就是三 通过印制新的货币 为市场增加货币供应 从而起到保护市场干预 的这样的一个干预方式 那么QE可能大家有朋友 还是不太了解 那么刚刚我们说过的 通过印钞的方式 印刷数字货币增加货币储备 那么也就是说是发钱 对吧 那么这些钱呢 它并不是实体的货币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它就不需要这种实体货币了 而是在系统里面输入 一连串的数字 就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那么就是说这个发钱 这个过程呢 它这个行为呢 它是有后果的 它短期可以缓冲 让经济不要硬着陆 股市不崩盘 增加流动性 但是它在长期来看 是非常有问题 非常危险的 比如说这个 那么国民党在执政期间 就有大量印刷过货币 他们那时候用的是金元券 那说起这个事特别好玩 在疫情爆发前呢 我有一个朋友 有一天打电话给我 说哎呀 Glena 你这个有空过来我这边 我用最高规格接待你啊 我说好呀好呀 这个事别三日刮目相看 兄弟最近做什么呀 怎么这么厉害啊 他说没什么 也就是最近这个把玩把玩 近代的文物啊 这个文物啊 我掏出了这张上面这个新疆市银行的这个60亿元的货币 他在网上买的 好像1100块人民币买的 买完之后没有钱了 他说你看我这不是亿万富豪的吗 那么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和我们现在的货币关系 货币的货币市场的情况 它是也是一样的 因为货币的数量增加了 虽然这是个古玩啊 挺文物的 货币数量增加了 但是我这位朋友 他的实际购买力却没有因此而增加 所以他还是一个没有钱的人 那么现在市场里面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这个像当年是国民党他们打仗没有钱了 国库亏空 所以政府就印钱 赢了很多钱 就导致恶性通胀了 物价飞涨 钱不值钱 那么还有现在近代的还有什么 就是津巴布韦 他们恶性通胀就更夸张 19年的时候是255% 2020年的是319%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方说一代大米在2018年的时候是20块钱 到了2019年就变成71块钱 到了2020年就变成297块钱 这个呢就是恶性通胀的后果了 因为钱虽然变多了 但是市场里的商品供应量却没有因为印钱而变多 所以价格就出现了泡沫化 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觉得我在东拉西车说了很多 因为量宽政策和现在纳斯达克上的许多科技公司 以及澳洲标普指数里的一些科技公司都是这个情况 由于大量的资金涌入了资本市场 所以把许多股票的价格就顶上天了 那么我们说过很多次 资金的流向非常的重要 大家一定要关注 尽量不要去 在你没有一个非常充分的流向 不要和央行对着干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从这个4月开始 纳斯达克就是说4月的股灾结束之后 反弹这一轮开始 纳斯达克是涨了多少 在这里 6631点 一直涨到了上周末的11126点 这两天有点回调 但是强度依然在这基本是翻了一倍了 那么这个包括很多成分股 比如说Tesla Netflix Facebook 他们的涨幅其实是超过了大盘 那么澳洲标普指数里 有一些成分股的表情也是非常出色的 那我说的这个出色是指他们的股价 但是股价的上涨 并不代表这些公司的业绩就在城镇里的增长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个老生常谈的股票 Afterpay 这家公司呢 这个先买后付和积少有人不认识了 市值现在已经190亿 股价也是从股灾之后的8块多 一度到了70多块钱 但是这家公司到现在为止呢 是没有赚钱的 而且 这个Afterpay和他的同行 Zip Tire Payments EML Payments 相比起来估值是非常高的 那其实这个行业说白了就是一个短期无息小额贷款 这么一个行业 它的运作方式呢 基本就是当Afterpay的用户去购买商品的时候 这个商品的总价会分成四份 然后用户每两周一次进行还款 那么第二周第四周第六周第八周 这样就把钱还完了 这期间如果用户不违反规定的话 是不会产生利息的 那这公司钱从哪里来呢 从哪里去盈利呢 它24%是来自于用户的支纳金 剩余的是来自于商家的分成 所以说在这样的模式下 它利于消费者 而是对于这个商家呢 是不利的 但是用买方市场里面 用户群的壮大就代表着这个公司 它会在不断的扩大 那么它现在进入了美国市场 并且有计划拿下欧洲市场 这样的雄心壮志是排上倒海的 但是这样的商业模式 是不是真的无敌 大家可以自己反思一下 那么包括这样的现象的市场里 是非常常见的 有人说过 一位著名的投资者说过 市场里面有很多现象 它不一定是合理的 如果因此去做空它 那么你的资金是否能够坚持到市场 回归它正常该有的样子 那么这些是SP500 Standard Pool Global Intelligence 整合的数据 这些公司它的估值 它的上市的地方 那么我们看到 它们的价格和估值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我们看下来 这个交的朋友就纳闷了 公司长成这样 那些脚踏实地的公司 却混得很惨 这个事到怎样 那其实你想想看 这个有很多的市场现象 它其实来源于投资者和交易者 对一种远期盈利的forward thinking 一种speculation 更像是投资中的投机 那么这个也不仅限于是afterpay 股价持续走高 在美国 美国是最明显的地方 那么不仅仅是投资者和投机者 在推动最主要的活力 其实刚刚我们说过的 来源于美联储 数以万亿计的资金冲到市场里 就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 像国民党的金元券 金发不为的大米 这样的情况 在资本市场没有扩大的情况下 资金增加就导致了商品 这样的就是金融产品价格就暴涨 那么说有泡沫吗 肯定有 必须有绝对有 但是泡沫什么时候暴涨 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这个情况在历史上 就已经出现过一次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2000年的科技股 在这个叫做techbubble.com crisis 20多年前的事 有些刚开始交易的朋友 不一定听过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基本面上去 去分析一下这个事情 不难看出和今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包括这个科技股 泡沫 爆炸 前后美联储的这一波操作 和今天都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深度的了解一下 这个2000年的股灾 对于我们接下来大方向上的 这个向包括ASX200 在内的大盘进行判断 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时间回到1999年9月到12月3月 美联储一共向市场疯狂输送了将近2000亿美元的广义货币 2000亿是当年的价值 那么如果是今天的今天的换作今天的价值的话 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那美联储在那个年代的正常情况下 每年对市场的美元供给增长率是1.5% 但是在1999年最后的三个月里呢 一下子变成了15% 所以可见到底是进去了多少钱 那美联储为什么这么干呢 好蹲蹲的为什么忽然放水呢 那这是因为有一种叫做千玺虫的病毒 可能会扰乱市场 这个千玺虫就是一种电脑漏洞 就是指一些电脑程序 可能会在千玺年交替的时候出现问题 导致电脑大面积瘫痪 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那么当时的电脑呢 很多都是使用两位实境之数来记录年份的 比如说如果说1998年 它就会显示98 1999年它就会显示99 那么到了2000年呢 怎么办它就归零了 所以那个年代很多的金融交易 其实已经大量的依赖电脑在进行交易了 所以说如果时间上出现了问题 那么很多交易所很可能就要出幺蛾子 所以美联储就开始放水了 他说增加市场流动性 钱多一些 不要导致交易无法进行 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工作中经常看见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一家小公司的股票 它的股价可能增长了很多很多 但是呢却卖不出去 或者买不进来 至少不能有效的完成交易 这就是因为市场里没有人 愿意参与买卖 导致了金融产品有失无价的情况 这就是标准的liquidity risk 流动性风险 所以美联储往市场里放水 就是为了防止这种风险 但是放水的结果是什么呢 那就是纳斯达克没命的往上走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chart 从1999年9月1号 大概这个地方2490点 涨到了2000年1月份的将近4600点 这个位置 也就是基本上实现了三个月分法 那么我们如果再往前看 你就发现99年之前它的基数更低 97年1月左右 整个纳斯达克只有500点 所以如果算上97年 那么纳斯达克 你可以说它在三年内基本实现了 从500到4600的这样一个穿越 翻了9倍 所以说美联储的放水 就导致了水涨船高 很多各式各样的公司 就打着科技公司的名义开始上市了 因为那是互联网年代的早期 所以说比如说这三个 这三个我选了 大家都找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这个小狗狗是pets.com 是卖宠物用品的一家网店 Webvan这些卡车 它是最早一批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快递公司 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亚马逊 但是它后来就被亚马逊收购了 所以它也是破产了的 还有eToys 在网上卖玩具的 那么这些公司 它只是当时那个时期 科技公司千千万万的科技公司中的一个缩影 然而这些公司最后都完蛋了 那么是谁导致了科技股灾的发生 又是谁刺破了这个大泡泡呢 答案都是美联储 当时的美联储主席叫Alan Greenspan 他在2000年的时候呢 就是翻过年来 之前他说2000年可能会出问题 就注了很多水进去 刚刚翻过年来 他就开始加息了 连续加息了6次 导致美国进入了经济衰退 有170多万人失业 最重要的是刚才说过的 美联储用来抗击千禧城的资金 也在2000年4月被全部撤走了 所以真正的股灾就在这个时候爆发 大家看到从4600点一路摔到了1000点多一点 这是02年 那么跌幅有多少 大家自己算过不用去给大家算了 所以回头来看 我们就知道2000年的科技股泡沫 和今天2020年的科技股泡沫 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它都是为了应对一场危机 央行向市场注入很多的资金 导致资产价格被迅速抬高 泡沫迅速产生 危机的始作俑者呢 都是具备极强传播能力的 那时候是千禧中 电脑里有多少 谁知道有多少 多少电脑会出问题 谁也说不清楚 今天呢是新冠病毒 病毒在哪看不见摸不着 只有中招也好你才知道 所以这些东西它的传播能力非常强 甚至都可以导致市场和经济的瘫痪 还有一个就是投资者的情绪在恐惧与贪婪之间迅速的转换 3月23号最低点之前一个月就就跌没了 之后忽然的就开始反弹 那么很多人就担心上不了车 他就开始赶快的建仓 然后呢开始入场 所以这个这两个情况都是非常相似的 只不过现在呢 美联储还没有把资金撤走 因为现在不敢撤 一个是疫情还没有结束 第二个是年底是美国总统大选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大家一定要关注大选 如果现在撤资肯定要出大乱子 那么现在的这个美联储主席Jerome Powell 肯定要为川书记请去外空喝茶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总结一下刚刚说的东西 一定要敲一下黑板 敲三块黑板 敲破也要敲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刚刚说的这些话题 当年的科技股泡沫是在迁徙 从这个病毒出现之后 病毒消失之后 美联储撤资并且加息导致的 那么今天是不是等到新冠病毒 在2020年或者2021年消失之后 或者说对经济已经不构成 本质上的威胁之后 美联储就要开始撤资了呢 还有疫情基本上结束 是不是也代表着传统的企业 开始恢复生机 比如说零售地产金融这些行业 它将从公园中苏醒过来 市场上的资金 有限的资金 是不是就该迅速流向这些 在疫情期间被严重低谷的企业了呢 美联储撤资加上资金滚动 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一轮科技股泡沫 要差不多爆炸 那大家可以 我建议大家用自己熟悉的方式 去好好的研究一下 去搜集一些资料 好好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ATOS的平台上是提供 NASDAQ ASX Dow Jones 刚刚提到这些公司 还有市场它都是可以交易的 所以机会是有的 大家自己做好功课 把握好分寸和机会 那接下来看一下会市 那么刚刚Tony老师已经说了一些 我就不太赘述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澳币对美元 那澳币涨美元跌 这个也不光是澳币在上涨 因为美元的大方向 其实都是在往下走的 那么原因刚刚Tony老师说过了 央行印钱 印了非常多的钱 货币的供应量增加 那它的价值就下降了 二是美国的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 在疫情之下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 美元体系是否能够维持 中美国益日益激烈化 会不会擦墙走火 这都是为美元带来下行压力的因素 美元走低有什么结果呢 一个是黄金会有起伏 之前是破了新高 那么这两天出现了回调 那么这个黄金 所以相当于是在美元暴涨的 一个承压的大环 美元暴跌的这个大环金 承压的环金之下 一个连锁效应 作为避险资产 时间出现动荡 那么这个避险资产 它增值是非常正常一件事情 接下来呢 铁矿式出口 那么这个其实是挺意外的 当时这个是ABS 它在公布的 5月和6月的澳洲铁矿式出口的一个数据 那么中澳关系 就是从疫情爆发吧 一直都不是特别好的 挺坎坷的 那么很多分析就说 那么这个铁矿式会不会成为 两国之间博弈的一个牺牲品 那么其实它没有 反而是增加了 铁矿式的出口量增加了7.6亿澳币 总额达到了99.2亿澳币 获记录的出口新高 那么上一个财年的铁矿式出口总值呢 也是推升到了1000亿澳币以上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这些铁矿中80%是卖给中国的 所以澳币走高一点也不奇怪 那么虽然中澳关系表面上非常的冷淡 但是在贸易上其实是非常红火的 我们知道澳洲的经济还是侧重于出口 所以这个商品和服务的出口 在导致澳币的需求量依然非常高 那么澳币走高就不奇怪了 那么说到了现在 我们把基本面分析的东西呢 都看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就用这个MT5平台 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比较常用的小指标 我们操练一下 这个是比较适用的吧 大家稍等我一下 我把MT5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MT5吗 可以 好的 那么我就简单讲一下 这个首先是 如果有账号的朋友从你这个地方 鼠标在的这个地方可以登录 选择登录你的账号 左上角呢是一些市场 你可以进行选择 交易什么市场 那么我这个正好是澳币兑美元 我们就看这个吧 这个如果你打开的话 第一次登录的话会有这个小方块 我个人不喜欢 我就点右键把它关掉 GREAD 那就没有小方块了 这个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把一些指标放进去 因为你光这么看这2p兑美元 我们可以看到它从6月30号到现在 还是一个上涨的趋势的 那么光这么看你去推断 它接下来怎么走 这基本上是一拍脑袋去猜的 所以找一些指标出来 可以辅助我们去做更多的决定 首先第一个指标呢 叫做布林通道 Bollinger Band 我们怎么用它呢 我们找Insert Chart Insert Indicators Trend Bollinger Band 这里 它就会问你是不是要调试 你自己要Customize 你说不用 这个就是很好了 那么点进去 大家就可以看到 出现了三条线 上线下线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很形象的 这条通道 它怎么看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小蜡烛 它突破了它的上行通道 它可能就会往下走 如果它突破了下行通道 它可能就会往上走 这个两个地方正好 突破上行通道就跌了 突破了下行通道 它又涨回去 这个地方再次突破 又下来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那么这个之前 可能还会有一些例子 比如说这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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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要直接看这就行了 很多很多地方 但是也有它不完全确定的地方 比如说 一些在中间区间的这个地方 就不太好判断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加入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叫relative strength index 它是一个oscillator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找 这 RSI 它是一个相对的购买的 这个强弱指标 那么它是30和70的两个指标 我们就直接点ok就行 你确定之后 下面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图标 那么这个图标上限是70 这里可以看到下限是30 说什么意思呢 当这个曲线它突破70的时候 就意味着市场里有超买的现象 买多了 结果进行调整 就会出现correction 它就会往下走 如果它跌破了30 就说明它会往上调整 那么这里有一个 我们就可以和 我们就把这个RSI 这个相对强弱指标和这个布林通道 结合在一起 这两个 第一个是红色蜡烛突破了下行 Bollinger Band的下行通道 第二个是蓝色线跌破了30的下行的这个bottom line 所以两个都出现了反弹 你这样去看它就会成功率更高一些 因为它是两个指标 你这个转转确率就更高 更高一些 那么还有几个东西是非常类似的 今天就一起给大家讲 还是这里 这个stochastic community CCI CCI也是一样 我们直接点开 同样去找 它一旦突破了 布林通道的下限 跌破了RSI的下限 再跌破了CCI的下限 -100和-100 跌破了-100 那么这三个一确定 这就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回调 我们再找找看 还没有别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 跌破了CCI的下限 基本上是碰到了RSI的下限 那是37.23 差一点点 布林通道 通道了 所以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回调 我们还可以加入另外一个 叫做stochastic oscillator 这里用法基本也是一样的 确定 所以说如果你在用的时候 它三个都能突破下限 突破下限 这个差一点 这个突破下限 结合在一起 它反弹的几率就比较大 那么今天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技术分析的 一个实际的小操作 所以说大家 如果觉得好 可以给我们一个评价 一个留言 接下来的活动里面 接下来几次讲座 觉得好 我们可以安排多一些 这样的实际操作在里面 再结合一些基本面的分析 那么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 怎么说 更多的收获 那么我的部分 今天也讲完了 非常感谢大家 这么晚了还在听我们讲 有人提问什么 好的 有人说好的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把话总还给主持人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还在 可以提问 好吗 谢谢 好的 感谢Glan 非常精彩的演讲 那也非常感谢 今天我们两位分析师 为我们分析了 整个市场的一个大环境 也希望我们今天这个分析 能够给我们今天来参与活动的 投资人一些比较大方向上的启发 帮助我们建立更好的投资组合和策略 那接下来我们会进入那个 那个提问环节啊 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Q&A里面 就是屏幕下方中间的那个位置 应该有一个Q&A 然后输入你的问题 然后如果你有就是比较想 比如说问Tony老师啊 或是Glan老师也可以特别提出来 你想问哪位老师啊 那在大家那个提问的这个期间呢 我先简要介绍一下 爱托斯这家公司啊 爱托斯公司呢成立于13年之前 总部呢是澳洲的总部啊 是位于悉尼 然后经过13年的发展呢 已经在外汇经济商中取得一定成绩啊 如果是根据2018年第三季度的季报排名呢 是在全球2000多家交易商的交易量中 排第21位 那大概是530亿美金每个月这样子 一个交易量啊 那爱托斯呢可以交易的交易品种 包括有29种货币队啊 以及各种能源 例如说原油啊 还有天然气 以及三种贵金属 包括现货黄金啊 现货白银 以及幼稚铜 同时呢 我们也提供指数的一些交易 例如说刚才Glan提到的呀 美国三大股指标普500啊 道琼斯指数 还有纳斯达克指数 以及中国的A50啊 澳洲的S200 以及如果大家想做港股的 恒生指数啊也有 如果大家对这些交易感兴趣呢 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我现在可以 把我们的二维码笑出来 如果有任何问题呢 也可以 也欢迎加我们的微信 向我们询问啊 或者也可以直接跟我们不打电话都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有些什么问题吧 问的最多的是黄金 可能这今天的金价 的确是比较吸引大家注意啊 这样 顺便提一下刚才我们那个做的一个那个投票啊 大家对那个黄金 黄金美股以及澳元看法都不太一致 但是呢 对黄金的走 未来的走势都是非常的一致 大家都选择是A 也就是大家都觉得会往上涨啊 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来参与活动 朋友觉得黄金在未来年底之前会下跌啊 那但是对于美股啊 我看就是对于上涨还是下跌这个 大家一半一半吧 就是有人觉得上涨也有人会觉得下跌 然后对澳元差不多也是一半一半的样子 喂 喂听得见吗 嗯可以听到 啊请 喂 喂 是让我讲是吧 啊对我们我们今天呃 我们今天来要不两位老师都来呃呃 分析一下表达一下对黄金的一个 看法吧 因为我看那个呃 Q&A里面大家对黄金都非常感兴趣 觉得黄金呃 黄金最近今天跌的太凶 昨天跌的太凶了 跌了这个百分之五点六九 对对对 历 Past 老百分之一 这个第三个随 Blair Gate 是 他这样就是说呢这个因为我是做交易员 我是20几岁啊 这个1980年的1月22号那这天呢黄金是爆跌了一百一十二点五美金 但是当时的金价才800多美金 那么我们说的今天就是8月11号 这个金价跌了115.45美金 这个绝对值是高过这个80年的1月22号 但是这个相对值差得太远 那么那80年的是跌了 一天跌了13.23历史第一大跌幅 那么这个我们昨天是跌了5.69 那么首先我们搞清为什么黄金跌 为什么要跌 那么跌呢是首先我认为是有三个原因 那么第一个跌是从8月10号开始 本来是黄金气势如虹 这个一路涨上来连续9周没有回调 那么在8月10号的时候 美国出了7月份的非农业就业人口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是本来大家预期是会增长148万人 数据当天出来是增长176.3万人 大家看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数据 但不是非常好 为什么有人说说Tony你不是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上个月的数据 美国非农业人口增加了480万人 所以当天一同公布的美国的失业率 是从11.1降到10.2 所以说在这个数据的影响下呢 黄金开始向下拐头 微跌了一下 但跌的不是非常狠 那么踹了黄金一脚的是第二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 在最近这两天 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有显著的上扬 我举个例子 美国交易最活跃 被市场当成基准的国债收益率是什么 是十年期的财政部的国债 那么这个十年期的财政部国债呢 它的收益率就是它的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利率 是在8月4号的时候是0.505 那么在今天涨到了0.659 那么听过我以前讲课的朋友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 从黄金的走势是成反比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国债收益率上升 黄金价格下跌 那么短短几天 国债收益率涨了15个基点 那黄金跌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不至于跌的太狠 那么跌的比较狠的是昨天 昨天8月11号 那么为什么说 我刚才说黄金大跌5.69呢 是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宣布了一则消息 那么我首先做一下铺垫一下 就是说我们知道新冠疫苗 美国有好几家公司在研制 其中有两家公司 在几个月前就曾经表过态 可能要在11月份 或者是12月份要上市这个疫苗 那么中国有小道消息传出 就是我们国家的新冠状疫苗 已经在军队和医护人员内部进行了注射 但是我们的效果会有比较有限 我们有效期是三个月 所以说本来市场以为呢 疫苗会最先在美国或者在中国推出 结果呢 昨天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呢 抢了一个先 就是说呢 经过两个月的人体实验 俄罗斯卫生部下属的 马亚列这个就是叫 流行病与卫生物学研究中心 他呢 注册了全球第一个新冠状病毒的疫苗 那有人说注册了第一个会不会像中国跟像美国这样一样呢 不是的 他强悍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女儿 她注射了这个疫苗 那么她注射的时候在第二天发烧到38度 第三天烧就退了 而且过几天在体内产生了抗体 所以说这个疫苗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做出决定 9月份俄罗斯大批量生产 10月份在俄罗斯国家预算的支持下 向俄罗斯公民之间进行注射 那可以看到这个疫苗的力度非常强是吧 那么所以说呢 同俄罗斯关系比较好的20个国家 即使到昨天向俄罗斯卫生部预定了10亿支疫苗 那这个力度呢 比中国疫苗跟美国疫苗要强很多 同时呢 这么一个有效的疫苗的推出 对新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黄金的一个上涨 是有打击的 所以说黄金在这种情况下 它应声而跌 跌了5.69 别急 有人说黄金难道就转式了吗 转成熊式了吗 回到这个原因 我们要看黄金是什么原因涨上来的 黄金第二表面是疫苗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 黄金涨上来连续9周 没有经过调整 那这次也有黄金内在的需求现象 调的这么一个因素 这是第二 那我们说黄金是怎么涨上的 不光是疫苗一个原因啊 首先是什么 美联储QE 我们已经讲了 格林老师也讲了很多次 我讲了很多次 我们不再重复了 就是为什么美联储QE对黄金的上涨刺激强度会这么强 我们说历史上 上一次美联储QE是在次贷危机之后 美联储的QE 由于美联储QE的影响加之它宽松的货币政策 金价涨了六倍 上一次金价的牛市持续了三年多 所以说如果按照这个理论 那这次金价涨三倍 那就金价的牛市还没有远远的结束 那么第二个原因是 不光美联储一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全球的央行都在降息 像欧洲央行 英格兰银行 像澳洲联储都在降息 那么全球的央行都在降息 这个情况也没有改变 第三个金价上涨的火药桶 是什么呢 是中美关系的走恶 这个我们刚才也讲了很多 我们不想在这重复了 那么中美关系走恶 近期有缓解的迹象没有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没有从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 进行双方的进行通话 没有 高官却没有进行谈判 所以说中美关系 没有缓和的这样一个迹象 那么我们知道金价的上涨 在前段是什么 是中美关系不断恶化 刺激的这样一个影响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对金价有刺激的影响 比如说美国同伊朗的关系 比如说英格兰银行 它从欧盟的这个协议 其实没有签成这样 所以说我们说 新冠疫情 即使这个因素 比如说全世界注射了 上百亿只的新冠疫苗 这个情况 那么对金价只是影响因素之一 金价在未来还会恢复上涨 我不知道这样回答 有没有回答你的这个意思 谢谢 好的 谢谢Tony老师 那格兰有没有一些关于黄金的想法 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呢 我觉得这个Tony老师的黄金是强项 因为我印象里很久以前那个 我还是小白的时候 这关小不好 我就是印象里上次Tony老师就已经说过 7月8号的时候就说过 这个黄金一定会破新高 我记得的 他白纸黑字写下来的 那他就说了以后 我就关注 我发现黄金就到了2070多那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黄金是Tony老师的强项 我们这个黄金的问题 多咨询这个Tony老师 对于我的话 我看到刚刚有一位观众问 关于银行 Banking sector ASX banking sector 但是问题被我点没了 不好意思 但我记住你的问题了 那么就说银行在接下来的表现呢 我觉得是 我是比较乐观的 首先我需要说 我是有一些银行股的 所以可能会涉及到利益冲突 我需要先说明一下 但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APRA还有央行 他们在 如果大家注意 关注银行股的消息 你会发现在新冠股灾爆发之前 第一家派发股息也是CBA CBA也是最大的一家 四大之首 那么他先发了股息之后 新冠股灾就出问题了 就爆发了 那么接下来的几家银行 要么减息 发一点点股息 另外两家就直接没有发 直到应该是上个月 上个月的话 APRA这个 Fredential Authority 他说 新冠疫情在澳洲经济上的影响 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小一些 并且我们已经把这个病毒带来的影响 摸得比较透了 所以说银行你们现在没有必要在 就是hold股息不去发了 你们觉得可以的话 可以尽少量的去派发股息 我觉得这个 它的这个 比方的转折就已经说明很多问题 那么 就说大环境下面 对银行的 这个银行股 它的这个 这个 前景 它是比较明朗的 那么这两天 大家如果关注 从昨天 前天 好像还有今天也是 四大银行 他们的走势是非常强势的 都上来了 那接下来 财报季节 今天也是CBA CBA的这个财报出来了 利润下滑了 但是它的股价只跌了五毛钱 那么它 其实还是在上涨的过程中 因为派发的股息和你今天的涨幅 对冲完之后 它只跌了 不是五毛钱 0.5% 它只跌了一点点 所以说明四大银行非常的强势 接下来对于疫情解封之后 只要我们维州的人民 都给大家拖后腿 前段时间 前几天晚上 还有几个小留学生 跑去买麦当劳 发了微博 让大家一顿痛骂 就说这样的事情少一些 那么维州的经济跟上 因为墨尔本也是很大的一个部分 维州经济跟上 新州的全澳的经济情况 都好起来 那么刚刚我说过 这个value stock rotation 很多的资金 可能就会从一些 已经估值很高的企业里 它可能就会流出来 因为银行现在是多便宜 十多块钱 而且大家有空 待会弄完之后 听完之后 大家去找一下 08年的时候 金融危机的时候 银行股它的价格是多少 大家对比一下 那么之后的走势 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参照 整体的经济环境好起来 四大银行 它作为澳洲经济的一个调节器 它一定会跟着好起来 市场活动多 它的贷款业务多 它种种东西都好起来 那么银行它就是最大的收益者 股息也可以派发之后 还有很多养老金 养老基金 它的钱没有地方去 这个是上次讲座里 我们提过的 很多很多的钱没有地方去 它去哪里 它去股市里 养老基金 它还有什么特点 它的很多的 它需要很多的 这个income stream 钱需要回来 那么dividend 澳洲银行的dividend 全球是排在最前面 所以说我个人的看法 对于这位观众的朋友 观众朋友的这个问题 银行的将来我是看好的 好的 我的说完了 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 要问问Tony老师 看一下 或者更多的 Tony老师的问题 或者是问我的 我们看一下 因为很多很多问题 这位说 在ATOS可以买银行股吗 这位Grace 可不可以回答这问题 可以的 我们那个ATOS 有提供四大银行的银行股 都会有的 如果你想交易的话 可以 对 可以稍后关注一下 然后我看还有很多 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黄金 然后有问 黄金会跌到什么程度 会问 想问一下Tony老师 近期黄金和白银的操作策略 应该是怎样的 以及 还有一位朋友问 黄金现在是合适的买入点吗 我现在都是比较热门的问题 Tony老师看看 能不能给这些投资人一些建议呢 行行 是这样 因为这个黄金的这个下跌呢 因为我们从技术角度 我们有一个话 就有一个说 叫什么 不怕大跌 不怕急跌 就怕阴跌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打开黄金的开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 昨天拉了一根大阴线 那么从技术分析的角度 这个大阴线不可怕 为什么不可怕 股市是这样 会市也是这样 那么什么最可怕 阴跌 比如说昨天不是一个大阴线 每天跌1% 1.5% 连跌5天 坏了 那可能市场要变熊了 所以说呢 昨天这个大阴线跌下来之后 大家来怎么样看 Grace我能不能share一下屏幕 我把我的MT5给大家 share一下 可以可以 让我现在退出 大家来看 因为今天呢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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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MT5 这是这样 大家来看 这是黄金的每小时的走势图 今天我讲了一天的黄金的走势 那我 我这手机呢 大约有十几个电话 全是资金黄金 全是我的客户 那么讲着我们的过程当中 今天大家看到了什么 在每小时的走势上 大家看到了一个反转 而这个反转的对应的这个开线 是在1860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 那么如果我们判断的话 就是黄金的下跌 可能已经是抢弩之末了 您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到建仓 因为我们说了 即使新冠状病毒疫情 这个因素完全提出到 全球 所有的人都注射一圈疫苗之后 那么金价也有上跌的理由 而且仅QE这一个理由 就足以使金价上涨很多的时间 所以今天我打电话 有我的客户朋友债 那金价还能至少上涨多长时间 我告诉他 还能至少上涨6个月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们美联储 要从QE的这种状态 恢复到一个紧缩的货币政策 是要有很长的过渡期的 而这个过渡期应该在6个月之内 不会结束 所以说黄金跌到什么水平 您可能需要建仓的时间 已经到来了 那么第二个 在这种市场下 您看对的方向 往往赚不到钱 为什么原因 是因为您的交易策略错了 为什么您交易策略错了 那么今天我的客户给我打电话 他们有的很清醒自己没有报仓 那我说 当时我给你建议你听了 所以你没有报仓 我的客户是这样 在我这入金4万的 我建议他们买一手 入金2万的 建议他们买0.5手 凡是这样做的人 即使建仓在2000美元一盎司以上 我算了一下 他们几个客户的平均的报仓成本 是在1730 那在这个市场上 这么一个大跌市场上就知道 保全了他们 所以说 您要在这个时间点上去投资黄金 我仍然给您的建议 您的仓位千万别重 不要贪图多 我还是那个建议 您入金4万买一手 入金2万买0.5手 您保住了这个 就能保住您的资金的安全 这样行一个 好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关于黄金的问题 我看大家还有问一些关于股票的问题啊 例如说下半年 哪个板块的股票值得关注 格连有没有一些看法可以分享一下呢 股票 我看到 我也看到 Grace你说的很多很多 Nucrest Mining Gold Road 还有很多ETF 很多问题非常多 我们现在还有33个没有回答的问题 还被我点没了一个 我觉得这个可能 对于大家的Forsky Metals 很多LYC 我觉得这样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今天的大家感兴趣的板块呢 我们做一下下一次做一个 我们下一个讲座里的一个环节 给大家重点回答这些问题 因为今天的时间不早了 已经8点超过我们的演播时间 然后很多问题还是没有回答 希望大家下次来加入我们 我们今天把这些问题 Grace的话 麻烦你把它做一下 然后发给Tony还有我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把今天好的问题 做成一个有代表性的一个环节 下一次的节目里面 给大家展示出来 好不好 可以 对 现在确实是时间已经不早了 已经8点钟了 所以也没有办法一一回复 各位朋友的一些问题 那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先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 加一下我们小助手的微信 然后把问题集中发给他 然后我们收到这些问题以后 会看看能不能集中回复一下各位 或者在我们下一次的讲座里面 来给大家回复一下 看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对 那我们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就先到这里先结束了 提前祝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参与 谢谢大家时间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晚安 谢谢大家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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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